尊敬的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21院 悔过得僧院 我们先将经文读诵一遍 若有数恶 闻我明智 极致悔过 回到作善 辩词经界 怨生我差 这个在讲记148页 我们这一生所造 过去生生世世所造 都是数恶 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 以前已经造的 阿弥陀佛说了 极致悔过 这个格言别录当中也说 明天罪恶当不得一个悔制 懂得忏悔 再大的罪业 能够把他忏悔 了凡世讯也说 千年幽谷 这是批语 一灯财照 千年之岸拒除了 这一灯就是 人的真心 星光亮了 用真心了 罪从心起 将心灿 心若空时 罪亦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同修啊 真的听经 真的思维到自己错了 觉得太对不起 家人 朋友啊 哇 痛哭流涕啊 哦 那个孤身震天啊 结果忏悔完了 一看了 脸色都变了 哦 那发自内心啊 这个忏除罪业的力量非常大 这个素额要悔过忏悔 当然这一愿呢 也提醒我们呢 极致悔过了 别再造了 所以净土是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疆 不要再造新的罪业了 这一点呢 我们要学习言悔的不恶过了 而当我们认知到 这个过啊 对自己的伤害 还有对别人的伤害 就体会深了 不愿意做了 我们举个例子 发脾气了 我们有没有深刻体会 发脾气对自己的 负面影响 火烧功德灵啊 这是从修行的角度啊 一把火烧了 从对自己身心的影响呢 哇 那发脾气完了 这身体都觉得很累啊 心里呢 两三天 缓不过来了 大家有没有 深深去感受感受完 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很久没发脾气了 好像离这个感觉太远了 想象不到 那这个是好事啊 假如刚刚才是啊 那应该体会深刻了 现在想要把腰杆挺直 都有点困难 发完脾气 能量消耗太大 正气不足 对身 对心的影响 对他人呢 有个同仁 说几个月前 说我跟他说话呢 比较凶 他几个月都没缓过来 后来呢 他听我说啊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他说哎呀 这都几个月前了 要放下了 过去物流志 过去的事别放心上了 他看到我又很高兴了 这是他的功夫 我一听完 我没有印象 我有发脾气啊 可是你看 你再提高几度啊 就有可能让一个人啊 心里难受一段时间 假如我们是爆掉炉蕾了 那可能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们看到啊 这个二十一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我记得啊 强调这一点 也是听到人家统计的现象 十九世纪啊 最严重心脏病 二十世纪是癌症 这一点我们可有感受了 现在一听到亲戚朋友 身重病啊 癌症的比例很高啊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忧郁症 我最近这段时间呢 感受很强烈了 最近接触的人呢 忧郁症的比例很高了 佛门说 一切事啊 不离因果两个字 忧郁症是果相啊 因在哪 他内心 负面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他才现这个果相法 所以假如 一个家庭里 比方说这个孩子 十几岁 忧郁症呢 假如父母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这个心太粗太粗了 一个天真无邪的脸庞啊 居然可以转成闷闷不乐 你说这是一天两天转啊 不可能 那是很多年的时间啊 代表我们父母长辈啊 心比较粗了 设身处地啊 感同身受的心呢 比较提不起来 为什么提不起来 家庭工作啊 压力不小 整个生活节奏啊 又比较紧凑 人的心啊 就比较充满 大家感受感受啊 当我们处在每天 哇好像在赶场一样啊 这个心放松吗 所以这个时代啊 理解万岁啊 我们不要 一看到一个 一二十岁的孩子忧郁症呢 就赶快骂他的父母了 一个孩子有忧郁症呢 他的父母的心理啊 也不会太健康 因果相续啊 影响啊 哇这个时代首先要理解啊 才能让在这个因缘里面所有心理有问题的人呢 能够缓一缓啊 能够沉添沉添啊 不要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恶性循环啊 而这个忧郁症呢 蛮大的比例啊 都跟小时候成长有关 后面发生一些可能人际关系很大的冲突啊 或者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啊 那个是住缘 可能从小的这些因呢 都没有去掉 然后又遇到重大的缘呢 他那个果相就会陷了 万法因缘生啊 那当然 从因上 能把那些负面去掉 就好像父母啊 体会到孩子的心呢 也知道过去这些发脾气啊 这些言语的伤害啊 对孩子很不好 他体会到了 能在孩子面前呢 自成道歉 可能那个因就可以化掉了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愿意跟父母对着干 跟父母啊 冲突的 没人愿意 他控制不住 那个静音来了 好多放在内心的情绪啊 就跑出来了 父子有亲啊 是天性啊 跟性德相应啊 违背性德啊 很难受的 所以常跟大家说 观自在啊 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 我们的心啊 跟自信相应了 身心都很愉悦 跟自信不相应了 身心啊 都受到烦恼的煎熬了 首先自爱啊 自己身口意啊 跟自信不相应 能感受到那个 对自己的伤害 要不愿这么做了 又能感觉到 对别人的伤害 那就更柔软体恤啊 别人了 不要再造成同样的伤害了 所以这一愿 极致悔过啊 人忏悔的心很强了 他就会积极去行善了 还要弥补罪过啊 那当然 好 比方说我们正知道啊 自己脾气大了 下决心改啊 有没有可能 明天就不发脾气了 有可能 假如你明天就不发了 你可能是颜悔再来了 不饿过了 他有一个过程 但是 不能说 改不了是正常的了 可不能有这个念头啊 你起这个念头了 那你那个对自称恨的力道 就 打折扣了 虽然可能再犯了 但是还是下决心了 不能再出现了 后不再造 这样就可能 每天发脾气 改道啊 可能三五天一次了 接着一两个月才一次了 接着不认识他了 这个最好了 都有一个过程啊 但是决心 很重要 也不能召集啊 召集又是一个个性的问题 哎呀 怎么又没改掉 又发脾气了 哎呀 又起这些 上火召集的念头 那又又又 本来要去一个称惠心啊 去一天两啊 好多什么召集啊 上火圈来了 哦 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 观星为要 不要又 从一个习气啊 延伸到好几习气 通通把它拉出来 别拉其他的习气 拉什么 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怕念起 只怕举此 念佛即是至兴献啊 鸿鸣正章至兴 啊 净土方显为心 深深唤醒自己啊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好 好 这个师长开解的好啊 149页 极至毁过啊 这个极啊 这个极啊 就马上啊 念佛就是忏悔了 不是又去把那些错又想一遍了 那又造一次了 阿拉耶稣又落映像了 所以要想佛念佛 所以念佛就是悔过 不要再去想其他 好 不要再去搞别的 好 我们看了150页 从第二段看起 毁过之后呢 从经之后啊 为道做善 为道就是自行化他 做善呢 是帮助一切众生 学佛 帮助够条件的同修 弘法 这是 在道场里啊 提到 我们有缘 在道场 服务了 可以自行化他 当然在家里也可以自行化他 大家不要一听了 要到道场才能自行化他 我什么都没说 大家也什么都没听 你一着要到道场 才能自行化他 你在家庭里面 父慈子孝 父义父德啊 这个家就放光了 人家一接触到你们家 你们家范围真不一样啊 有没有 你孩子的同学 来到你们家 来到你们家 哎呀我好喜欢到你们家来 哦 当然第一个东西很好吃 哦 湿热吧 哦 还有 哇 你们家的氛围很和谐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放光了 啊 啊 你的亲戚朋友到你们家 都感觉到那种 祥和的氛围 哦 然后感受到的时候 又看哇 都是净空老儿上法语 哦 法相 哦 哦原来你们是跟这个老人家学的 难怪这么好 哎 那不是在 画他吗 哎 哦 这正极啊 自然能够画人 那谈到成就他人呢 师长这里提了 道场当中啊 不能有嫉妒心 哦 举了这个 六祖大师得一波啊 哦 来看这一千多年前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的根性啊 要比一千多年前的人 比不上 啊 一千多年前的人都难免嫉妒障碍 假如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有可能我们在团体里啊 这个嫉妒心在起作用啊 哇 那这个太冤枉了啊 本来可以积功累得了 结果基督心扶不住啊 那造的业就厉害了 基督是称慧啊 这是地狱业因啊 贪心 贪心 敢恶鬼道啊 称慧敢地狱道了 所以老人家 特别 讲了 发起菩萨 书甚至要经 哎 老和尚为什么讲这一部经啊 啊 老和尚是不是 我很想讲这部经 哦 那老和尚就有 我很想 哈哈 左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啊 佛说 若说 我有说法者 即是伴佛 他是无说而说啊 啊 啊 为什么说呢 随众生心应所自量 众生有感 佛菩萨 善知识有应 啊 众生基督障碍了 他就有应 因为他要互念众生了 哦 这个经当经啊 挺重要的哦 嗯 嗯 让我们判断呢 自己有没有着相啊 因为修行 功夫在哪 放下分别执着 啊 起心动炼啊 老和尚说呢 到极乐世界 再做啊 现在我们 看上去我们都是 秋冬了 哎 这个 还讲讲策略啊 四红四愿前两愿现在干 后两愿呢 见了弥陀 但得见弥陀啊 何愁我不开悟 所以重点我们要摆在啊 不要 接触人事物产生分别执着 这一点就 很重要 可是我们一着相就是执着了 有我相 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者相 你一着相啊 你的脑子就一直转这些东西了 佛号不见了 哦 哦 所以我们多次跟大家一起 学习啊 刘树云老师讲的 啊 一段法语啊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 爱真多 爱真 执着心了 贪爱 称慧了 啊 就都落到见识烦恼了 啊 啊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 是非多 啊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啊 你一直想那个东西啊 你就很喜欢 东西了 要贪恋会增长 我心里只装啊 阿弥陀佛 好 所以老人家是应我们的鸡啊 讲了这一部经 发起菩萨书胜之药经 主要就是讲啊 好像是 一群比丘啊 他们听法呢 听不受用 很痛苦啊 好就问弥勒菩萨 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 弥勒菩萨很善巧 把他们一起带去啊 把他们一起带去啊 见佛陀 讲了这部经 就是这一群人在前世呢 遇到两个出家人 法云书胜啊 法云书胜啊 他们一起毁谤啊 就造了这个业音 我们可冷静想想啊 这个毁谤的话呢 一出去啊 多久啊 几秒钟啊 几分钟啊 好 这么短的时间啊 果报多久 哇 那部经里面讲啊 剁造地狱啊 一千八百万年啊 地狱啊 大家要知道 地狱一日死生啊 那地狱是度日如年啊 地下每经万变啊 一朝苦痛 人间已过百年啊 这个劝发菩萨经文啊 哇 这一段显安大师开解的 很精辟啊 地狱 果报 登高山也 具体无完肤啊 攀剑树也 则方寸皆割裂 因小果大 照这个因几秒钟啊 受报 那算结束的话 冷静冷静啊 太冤了 哦 所以身性因果重要啊 所以这一部经就提醒了 决定不能起这个嫉妒的行 一百五十二页 老上后面说了 对于发心讲经的人呢 看作自己的儿女 用这样的心态去照顾他 发心讲经的人 对于护持的常住工作人员 看作父兄 要尊敬 那这个团体啊 才能和睦 才是 才能成就 才是六合径的 身团 那当我们 受到护念照顾啊 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不然 不然在福报当中啊 很容易就堕落了 所以 劝发菩提心文 提到 念 护法恩 念众生恩 在顺境 在福报当中 能不堕落啊 不简单 哦 逆境磨炼人 顺境是淘汰人的 所以顺境比逆境还难做 老上的威德大 我们都在他的威德辟硬之下 哦 很多道场啊 他的这个 财务啊都很困难啊 你看我们尽忠的体系啊 在财务当中都比较宽裕啊 但是要更 依照老上的教诲去做 不然变成虎假虎威啊 就麻烦了 变得 诶 有福报了 诶 这个你不做义工 还很多人来做了 那这个就慢了 有人离开了要反省啊 人家为什么 发心这么好来了 结果不想待了 有没有我们做的不妥的地方啊 哦 不然起这个你不做还有人呢 那这个就在顺境里面就要堕落了 哦 所以这个 念恩的心啊跟菩提心相应 所以要不退转啊 一定是感恩心越来越挣扎 这是我们自己要堪厌自己的部分 哎 觉得好像每一天 哎 这个感恩心会自然的涌出来了 这好现象啊 哪里有恩德啊 你会感受的处处都是啊 啊 啊 没有一件事是应该的 都要从感恩 那你在家里呢 那每个家人都是你感恩的对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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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到厨房的菩萨 啊 啊 谢谢你们 这么辛苦了 哎 因为都不视为理所当然了 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的付出 我们就会用心去 观察 然后放在心上 哇 那你感恩心增长了 你要落实普贤行啊 就不难了 你都感恩每个人啊 你当然理敬咯 你感恩在心呢 你看到了 你就想表达这一份感谢的称赞如来 那感恩是内心出来的 不是挂在嘴上的 你会找机会想要去报恩呢 广修共雅 五言行跟真心相应啊 哦 所以我们这个念恩的心啊 在哪里念呢 首先是夫妇关系 哎 哎 我讲到这里啊 结婚的人有没有突然心 稍微有点卡住啊 啊 本来听的还蛮顺畅的啊 啊 啊 突然这个陈德法师说 首先在另一半点 嗯 你看 马上就 照出来啊 心上有见人家的过啊 哎 一见过啊 就跟普贤行不相应了 你说人呢 这个坏习惯要改掉 要念恩忘怨 不能念怨忘恩啊 那不是搞颠倒了吗 要护好这一颗心啊 哎呀看到一个缺点啊 就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啊 明明很多付出了 都看不到了 这叫执着啊 你看 着在这个点上了 着在这个 习惯上了 啊 一个习气就把所有的好处都给 做盖住了 好 那进一步呢 围盗做善 老儿上提到了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自己求生西方世界 啊 团体啊 弘法立身 把念佛法门 净土五经啊 发扬光大 这个发扬啊 不是只有嘴上讲 我们自己感受感受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你遇到一个很会讲的人了 你就信他吗 可能边听啊 你心里边在那打个问号 为什么 见太多了 我们经历的是不少了 成人的世界啊 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的 看你做什么 哦 哦 所以首先我们呢 不要讲太多啊 啊 不要回到家里就夸夸其谈 哎 你讲越多 灶门越多 啊 你讲越多 人家看你做到多少啊 你反而别讲 扎扎扎实实的一句一句做 人家还没毛病挑你 策略要用正确啊 往生要策略啊 在家里弘法也要策略 少说 多做 哦 你都没有说了 人家没得挑你啊 你都做 人家很 能感受你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 信心就增长 哦 这策略要 调整正确啊 不然我们就会 讲讲讲 讲了呢 人家说 你看你讲那么多 都没做到 然后我们一听啊很委屈 我讲也是为你们好啊 是吧 哎 情有不得反求终极 还是策略不对 啊 不要呢 人家 给你挑一点毛病 你又觉得啊 好委屈啊 我都为你们好的 还挑我毛病 哦 哦 所以孔子说啊 人人 红道啊 悲道 红人 哦 不是我们拿着经本呢 讲着这些佛言佛语了 就能红道了 我们的心形呢 跟经典相应了 这个才是发扬光大了 好 所以我们一些认知啊 要深入 当父母的人 对于教育孩子啊 哎 认知的深不深刻啊 啊 我接触一些家长 啊 难道还是 我都跟他讲了多少次啊 他还是不听 哎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他对 什么是教育啊 讲 他可能那个做啊 那个身教不够重视 这个就是一种认知问题的 啊 这个教制啊 你看老祖宗 创制啊 这个治理都有乾坤的 都有人身哲理 啊 焦制的左边呢 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右边 啊 一个手拿着树枝 哎 没有 没有嘴巴哦 焦不是用嘴巴了 他古人这个焦制没有嘴巴了 哎 这有味道了 哎 两个叉子 第一个叉子 父母老师画的 所以小孩模仿力很强 上行下校 右边是 耳提命令的意思 很有耐心啊 陪伴孩子成长 所以这个焦啊 不能落在 嘴巴的眼窖而已 嘴巴的眼窖而已 好 纵然在这个道场里啊 烧饭 烧饭 扫地 抹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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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桌子也是这一个目标 所以功德 所以功德是相同的 功德是从 心上看的 真心啊 这个功德大了 做了没有放心上 这功德大 三轮体空啊 做而无作 无作就没放心上了 假如 我们做了都放心上 还会拿出来炫耀啊 那就爆掉了 或者有时候 团体在讨论事情 我们还会想到自己做了多少 然后还在那 我做的比你多了 哇 那这功德就全爆掉了 所以两文钱呢 是圆满的 他真心啊 几千两 那已经带一点观气了 那个不圆满了 所以 哪怕是 烧饭扫地啊 他一心一意 就希望大众来这里 能 受用 能对净土起信心 他这个心是圆满的了 在讲台上讲的 也是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方向 红户都是 同样目标方向 这才是道场 如不齐 如齐不然 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 所以诸位同修啊 要知道 要记住 假如不是同一个目标方向了 那有可能就会 产生争吵了 产生是非了 才是方向搞错了 哇 那是硬忙 隐重忙啊 你负责道场的人 方向错了 你把人都给带偏掉了 相迁路火坑啊 那不妥了 我们首先看 这个道场 红户的人 方向目标正不正确 正不正确 那我现在还是要跟着他 我说那你不是感情用事吗 他带你进 你感他这个恩德 你报他的恩 不是跟着他做错啊 那不感情用事吗 应该怎样 应该你做对 做得很好 就触动他 他就会反省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不能感情用事 这才是真正报他的恩 这要理智的 不能感情用事 好 没有合合的团体可以医治 也不影响我们这一生 往生做佛 不要攀缘 好好在家里敦伦敬奋 老实念佛 万修万人俱 有一本书 敬老的话 他的文章默默无名 成就也很高 你看好多例子 我们台湾 台湾 台南 江军乡 有个老太太 本来都是 建道庙就拜 也是很虔诚 恭敬 后来 儿子举媳妇了 他这个媳妇跟他说 母亲你不要到处拜了 你就拜这个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他也接受了 念了没多久 几年时间 有一天 跟孩子 说到了 你们先吃饭 我去洗个澡 儿子媳妇都很孝顺 一直等他 等了好久 后来 过来一看 他在佛前 走了 洗好澡 念佛 直到阿弥陀佛接他 走了 这个故事是老和尚 在佛光山 当时候 在那教学的时候 听 去 这个 工作的工人 讲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例子 影响了多少人的信心 缘分很单纯 所以除非 是很和合的团体 我们依重靠重 不然不要攀缘 不然到时候 搞得一大堆是非人我 这个就更难清静了 辩词经界 就是读诵劝经 天天要念经 念经有两个目的 一是 一是界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读经不求解义 只是一句接一句的念 使妄想分别执着 参透不进来 就是把妄想执着念掉 跟念佛号目标 完全相同 老上给我们开解的很清楚了 大家去感受感受 那种 专注读经念佛 没有妄念 那个身心整个安定下来 把一部经读完了 你都会觉得身心很舒畅 你在读经的时候 起个念头 啥意思 你就会觉得不顺 因为我们在情练走了 跟它分别了 跟它执走了 我们把这个方法 它的理念搞清楚 我们照着去做 老实去做 就很有受用 为什么对初学者提倡念经 因为你一打妄想 经就念错 马上就把妄想 找出来了 因为你会念错 你就不能想 不然你念不下去 念佛号不容易 一面念佛号 一面打妄想 你的佛号不得力 所以叫你先念经 念到心地清静 念到功夫成片 才专念佛号 这是老人家的善巧 因为念经 你打妄想容易念错 从念经 念专注 一字一句 很清楚 养成这个习惯 读经 真的是戒定会 三学一次完成 那个时候念佛号 那就一念相应 一念佛号 所以这是过渡时期 接引的方法 现在我听 同修有说了 经念了几千遍了 很熟了 熟到 念的时候 还能想其他的事 嘴巴还没念错 这个得自己 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 念佛当中 下连居老居士有提醒 不要轻忽了 仰视 你这个 轻忽了 自己在念佛的时候 很多忘念一直在打 那会造成什么 我们的分别执着 在念佛当中增长 因为都在打忘想 所以古人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我们 警觉性要高 学习如溺水行坐 不静 则退 今天念佛 没有越来越得力 那就是念佛当中 打忘念的功夫 越来越厉害了 不静则退 所以不能让这个现象 继续下去 所以念佛念经 都要用第一念 不能一直夹杂 这些分别执着念 所以 这个夏连居老居士 这段法语 我们之前都有提过 这个 黄念佛还有开解 有的同修 发到群里面去 大家可以多多 熏悉 黄老开解 都有他一生 修学的功夫在其中 自治朱鸡 无论念佛 处事 皆当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所以用第一念 第一念是真心 不夹杂分别执着念 那有没有人说 我念佛用第一念 可是我做事 就用第二念 分别执着念 那你这个功夫都 连不起来了 佛法 释法 慢慢要把它融成一片 无恶法门 你念佛 念得很清静 你要把这种状态 要用在 处事待人接物里面 我们看到 念佛时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频频长长 老实念句 念经也是这样 你念经的时候 要一切莫管 专注念 一字一句念清楚 频频长长 老实念句 其所谓第一念 若 经照 普度 照就是急照 念佛念经 不能起急照的心 经是装个样子 给人家看 这个都是明文 旁边有人跟着一起 让他们 看我看起来 修得挺好 我以前出学佛的时候就遇过了 有个同修 他就在那打坐 坐了好一会 站起来对我说 今天佛没有来 他就走了 哇 这么厉害 都知道佛来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的境界 可是我看在那里炫耀 我看就不是很对劲 常常在讲 我常常梦到老和尚 你小心了 有点炫耀的味道了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普度 你就是还在那里 想事 计量事情 万元放下 西记玄妙 你有求瑞相 人是很容易着相的 比方说今天你念 念得很受用 你明天念的时候 就产生希望像昨天一样 你起这个念头就是障碍了 怎么我今天念的没有像昨天这么 这么在状况内呢 连这些念头都打掉了 我们讲课的人也会有这样 讲讲讲 好像不是很顺的 心里还在那纠结 怎么今天不在状况内呢 你越想越不在状况内呢 人要在当下能关照自己的心 有没有出现执着 当下去调整 所以大家假如看到 我的语速突然慢下来 可能我就是在调整 调整 状况 我讲这个要让大家多一个念头 这个陈德法师停了三秒钟 他可能刚刚心情不大好 我的意思是说 人要很清楚自己当下的状态 有没有产生妄念 产生分别执着 要马上去调整自己 或既功求素 我这样念了 有没有很有功德 会不会很快就能一心不乱 在那里求快速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不断妄想 你求一心 就会着急了 你想断妄想 你很用力 妄念随它去 你只专注你的佛号就好了 不要在那里 我要把妄念砍断 用力用的很重 把前世练武的那个镜都用上来了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耍刀弄枪的 那都是过去生的习气 或背静向心 我现在外面我都不管 我就往我的内心求 连这些念头都别起 为什么 你还有一个静 还有一个心 它还是相对的 虽然这个念头已经比 在那打妄想好了 但毕竟还是个念 还是个妄念 这个使本不离 直屈绝路 一直这样念下去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绝待圆柔 不要有对待 起了这些念头 那就流入第二念了 第一念是智 第二念是是 是就是分别执着 随是即然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打这些妄想 就开始染污了 有爱真 有人我 有这个贪恋 一智则静 你一智慧 慢慢的 这个心 就清静下来 接着呢 你看 夏老子一句话 就包含一切境界了 念佛处事 我们没有静缘 没有要去处理事情 就是念佛啊 事情来了 真心去处理 也是用第一念了 处事时 豁然而大功 不能有私心 大家去感受感受 一个人 起私心的时候 自己身心 有没有感觉到 不是很放松了 不是很畅快了 有一点乖乖的 又有一点忍不住 觉得不应该这样 但是又有一点忍不住 你看 那这官自在 都不自在 那种 没有参杂一丝一毫私心 哎呀 那个处理事情 痛快 物来而顺应 物就是静缘来了 顺应 恒顺应缘 恒顺众生 今天我们遇到什么 人事静缘啊 觉得不舒服了 有情绪了 无视对方给我们的啦 是我们的习气啊 跟他的习气杠上了 他提醒啊 我们内在的习气出现了 你假如没有习气啊 那他有习气也障碍不了你 因为你会恒顺众生 你看老婆上 遇到一个弟子 老婆上 今天你不帮我圆顶啊 我就不走了 哇 你看他习气现前 很固执 还带点威胁 这个威胁自己的老师 不是很妥当 我们有时候那个习气上来 真的如露无人之境 这个老婆上说 好 你不走 我走 没跟他更 你只要起来 我教训你一顿 习气跟习气干上了 你不走 我走 要恒顺应援 所以发觉 对方很固执了 你就不要硬要去跟他说理了 那变成自己也固执了 先恒顺 不要防堵 要疏导 大雨治水 这个是我们的圣王 留给我们的风范 我们要会用 那个治水的原理 跟调剂人心人情 那是通的 要先顺 孝顺孝顺 这个是对父母 他已经起情绪了 你不要再顶他的情绪 先顺 那个情绪你不顶他呢 等他那个情绪 这一阵子一过 他不好意思了 之后就更好沟通了 他起情绪你也跟他顶 后来他想道歉也道歉不出来 是吧 所以物来而顺应 事未至 物将影 事情还没到 不要去烦恼 那就变未来烦恼 事已过物流至 过了就过了 不要挂在心上 检讨完了就放下他了 这个就是用心如镜 像镜子一样 坦坦荡荡 见空横平 你看你都没有失心 很坦荡 大乐莫如无愧做 人生最大的乐什么 对得起人 没有愧对人 躺下去几秒钟就睡着了 你有对不起人 越南人静 良心不安 见空 这个见就是指镜子了 以死为静 那静子我们看 照得清清楚楚 但是不染污 心地清净 我们面对事情 看得清楚 但是里面不产生 人我是非 其实我们愚租众生 视若自己 就不容易起 能我是非 哪怕他有做错事 你都只是想着 怎么帮助护念他 你不会跟他起对立 恒平 你看恒 度量恒 这个都是测量的 你要公平 不能有偏心 这是第一念 若计较人我 起这种念 这就是分别执着 瞻顾得失 得失心在其中 你就不能大公无私了 或迁于感情 或基于意气 这个就流入第二念了 第一念是理智 第二念是欲 利欲 欲令自明 利令自分 寻欲及暗 看不清楚了 寻理则明 遵循理智 你看事情就越来越明白 所以念佛 念经 做事 都在练第一念 练真心 练戒定会 一次完成 你看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 持戒 然后处理事 不取向 不取一向 不着相 不动情绪 如如不动 你在境界当中都在练 然后 看事情很客观 没有偏师 很真诚 功声明 陈声明 从容声明 处理事不要着急 这样你就有智慧 你看的人事物 看得清楚 其实我们在面对事的时候 要不断调自己的心 这个人很无理 重要的是 我不会因为他无理 我产生对立的情绪 产生不舒服 那就要马上调整自己 要跟一切众生 结善缘 他无理 那是他的事 我受他影响 那就是我的事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的 自己要对 假如他无理 我也动情绪 那不叫半经八两 对啊 我们也没比人家高 那也没什么资格去批评他 纯是 利益人的心 他无理了 他毕竟也是个缘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跟他结善缘 你常常这样去思维 心地慢慢就柔软了 那师长接着说了 念经的第二个目标 是依教奉行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做法 到底哪些是善的 哪些是恶的 经典为我们说出来 经上讲那些 哪些是善法 劝我们要做 哪些是恶法 劝我们不能做 经念的很俗 一遇到事情 你就能立刻判断 是善是恶 是善就做 是恶就止 这个就是修行的依靠了 我们随顺经典的教诲了 不随顺烦恼习气了 专求白法 白就是善法 所以老大上说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照着剧本演 不能违背剧本 生口意 善护口业 不其他顾 善护生业 不是律 你的 威仪要注意 现在人要尊重一个人 不容易 要怀疑 轻慢一个人 很容易 你不注重威仪 一些动作又很粗鲁 人家看了都没信心 比方打哈欠 嘴巴打那么大 旁边的人都看了 吓一跳 这个人还在讲课 你看你那个嘴巴跟河马一样 人家那个印象太深了 那下一次要对你产生恭敬 被这个镜头给卡住了 所以大家别考验我 大家打哈欠的时候 这个手稍微呜一下 不然我也会被境界转 我功夫不够 一看你打哈欠 我本来灵感如有权 突然就没灵感 我们这个去听 去道场听这个法师讲课 要护持道场 我们威仪也会影响 是吧 你听的时候很说 他有灵感了 善护深夜 不失利 善护异夜 清净无懒 这个都要变成生活 自己的义 有染污的 阿弥陀佛放下 贤护等十六正事 我们要恢复自己 修行在哪里 在起心动念之处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但不着断恶的相 也不着行善的相 这叫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保持清净心 金刚经也强调这个 因无所住 行与不失 因无所住就是心清净了 不失没有放心上 金教要是不俗 你依什么修行 那可能就会依 自己的妄想修行 这个靠不住了 你以为是善的 说不定是恶了 你以为是恶的 说不定是善了 你把是非善恶 都搞颠倒了 所以要依经典上的教训 来修正我们的 见解思想行持 读经是这两个目标 这是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你看老和尚 这个辩词经界 给我们开得这么彻底 所以辩读经界一句 包括三福末后的两句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那命中不复更三恶道 即生我佛 这一句是这一愿的主旨 命中之后 绝对不会再度 三恶道了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给我们的保证 这话必须加以解释 因为前面曾说 愿生我差 我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会再度三恶道 这是说 通常一个罪业深重之人 必定堕恶道 因为他念佛 依照无量寿经的方法来修行 发愿求生净土 所以虽然照很重的罪业 照观经上讲 照五逆十恶 这么样重的罪 都不堕三恶道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弥陀愿力不可思议 你照的业重 可是你愿意求生 就好像应主的比喻 阿弥陀佛的愿 就好像一条很大的法床 船 我们也很重 就好像一块大石头 那石头那么重 你要过生死海 一定沉下去的 可是我们肯把它 放在阿弥陀佛的法床上 阿弥陀佛的愿力 就把我们拖起来 所以不能再错过了 我们要大步跨上法床 那前面第十八愿说了 围处五逆 诽谤正法 主要的一句是在诽谤正法 因为你对这个法门不相信 当然要堕落 无量寿经 观经 我们要对照对照 关键就找出来了 一个说五逆十恶 可以往生 一个说五逆十恶 不能往生 是因为有这一句诽谤正法 他不相信 这个公案很多 唐朝沾善河 杀牛杀了一辈子 那个夜也很重 但临终 他相信 他肯念 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如果你对这个法门 深信不疑 再重的罪业 临终一念十念 都能往生 所以一定要在修学的过程中 彻底了解明白 知道自己要怎么修 这才是真正要紧之处 信重要 真性就会切怨 大势之不善念佛 原通章讲到了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孩子犯的错再大 父母 随时希望他赶快回头 赶快回家来 所以不要怀疑 弥陀的大慈大悲 所以夜重 不怕 不担忧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 善导大师 注解 观经 四铁书 说到 如正念直来 阿弥陀佛 在对岸 如正念直来 我能妇虏 正念就是 这一句万德佛名 阿弥陀佛 可以把你护过来的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如果这一愿不能圆满 阿弥陀佛 事不成佛 他现在 在西方世界 成佛已经实结了 可见这一愿 也兑现了 这是四十八愿里的 第二十一 悔过得身愿 在此处 我还有几句话 要补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 积功累得 依教奉行的 一种是 临命忠实 念佛 忏悔往生的 把这一愿 与第十八愿 合起来看 那是 临终忏悔往生的 那这有两种情形 一是 他有 素 恶 他在临终的时候 才闻 阿弥陀佛 名 才知道 有极乐世界 一是 在平常 造恶业 做恶业的时候 闻名 平常造作很多恶业 现在听到阿弥陀佛 能够 信受奉行 改过自新 那我们这一两代人 可能都是成年才学佛 老人家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情况 这是这一愿包含的 平常造作恶业 没有机会闻到佛法 到临命忠实 遇到善知识 劝导他 他才闻到 立刻就能相信 发愿往生 一心 直尺名号 也是悔过 围到作善 往生的 他的围到作善 虽然时间短 在临终才听到 才念佛 但是很诚心 那个佛号 消业力量很强 即是十八院所说的 所以 包括的境界 非常之广 十八院是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去证据 我们 这个深入四十八院 四十八院展开 就是这一步无量受精 你看 你看 好 这个其他的这个经文 都在全把四十八院全是清楚 所以我们 深入四十八院 我们会有判断力 我们的心情 要跟四十八院相应 你看下一院 国武妇女 国舞女人院 燕女转男院 莲花化身院 老大上说 现在看见有人画极乐世界图 有女人 这个不符合48院 不妥了 极乐世界的状况 我们都要依48院 我听到有人说了 有一个人 说他民心尽性了 还带着小朋友 到极乐世界去念佛 上去了 念完之后下来了 下来凡间了 请问大家 48院有没有这么说 你现在在说佛界 就可以到极乐世界玩了 玩一玩还可以下来了 你到极乐世界去还会回来 我不愿意 去了就赶快去了 我还下来 下来多危险 轮回路险 我请问大家 哪一个祖师有这么说过 现在奇奇怪怪的说法 一堆 可是我们现在人 就喜欢标新利益的东西 他讲了 越奇特 越吸引人 末法时起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 你不跟经典对照 你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了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民心尽性了 他铁定没有民心尽性 为什么 我民心尽性了 他有没有我像 他还有我证 我证了 我尽性了 哎呀 这个金刚经有时候读一读 还是挺重要的 你看 徐菩提说 佛说我则无争三昧 是佛说的 人中对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我不做事念 我没这个念头啊 我是离遇阿罗汉 我若做事念 世尊则不说 我是要阿兰娜行者 一个人还会 我是阿罗汉了 我民心尽性了 他铁定不是阿罗汉 他铁定没有民心尽性 我们现在的口上就 挂着 我度了 我证了 我说法了 极左我能众生受者相啊 所以金刚经这句话不能忘记 重复了 多变了 极左我能众生受者相 你们以后听到人家说 我民心见性 哇不要一下子又 要冷静啊 冷静啊 这个 我看得 金刚啊 这个是能破一切啊 我们下一节课 拿几段 金刚经老上的开解啊 我们来探讨探讨啊 不然现在群魔乱舞啊 我们得有判断力才行啊 这个末法时期啊 真的是邪师说法 如横合杀 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好多次啊 判断善之事啊 不以神通度众生啊 我都听过那个着魔的 说哪一个人往生了 到我的道场 我把他度到极乐世界去的 你还相信他 释迦牟尼佛都说他没有度众生了 他那么厉害 一开口就是谁 谁我度的了 我把他抄拔上去的了 看破啊 是明理啊 不能着相啊 不能着四相 放下这个四相啊 是修行的重点 好像还有一些想讲 不过时间已经过了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